这种还没成年的香蕉你吃过吗 只需放在火上烤到黑 然后把里面的果肉抠出来 再加点法国蜗牛肉做成香蕉饼 闭着眼一口闷下去 味道简直好到爆 要是每天来一顿 你能活三天算我输 美女的名字叫杰西 是个职业橄榄球队里的一员 从小就跟外公学习野外求生的技能 最喜欢野外烤火鸡 偶尔还会在家里练练瑜伽 为了参加这次荒野挑战 她还特意练习了几个月滚泥巴 据说这能提高野外生存能力 哪位观众告诉我这是真的吗 这个大胡子叫乔恩 是一名狠马赛的吉他手 看他左金龙右白虎的样子 就知道这家伙不太好惹了 据说还做过烤鸭店的行政主厨 但后来把老板的饭店给烧毁了 除此之外 他还是个野外求生爱好者 野外生活和搭建庇护所经验嘎嘎强 要是吹牛不犯法的话 他还会徒手抓大蛇 单杀一狮子 话还没说完 就被树叶狠狠地抽了两耳光 司机你这个老硬币 不会开车就换我来 这次两人挑战地点是菲律宾丛林 地理位置位于地图板块的边缘 十几期大地震和暴风雨 在这都是家常便饭 植物茂密 气温炎热 野生巨息 荒野辣条这里到处都是 换句话说只要你想吃就管饱 只要你有本事 实现烤肉自由不是梦 两人下车后三两下就拖了个星光 这里没有福利 因为女的大头灯不够亮 几个小时后 两人终于成功碰面 简单一顿商业互吹后 正式进入主题 节目组给的道具并不多 但都很实用 一把大喊刀 一番文章还有一个打火器 根据地图显示 河流对面就是它的资源点 看到周围都是蛋白质 乔恩当场就想抓几只来试试口味 两人得前往地图 边上三公里外的小西处 临走前乔恩还对着面前 这棵二百岁的大树 急急扎扎地念了一大堆祈祷 妹子靠近一听居然是 树上的猴子都叫着一家老小来看傻叉 一旁边的队友尬到脚趾头都发应了 山路非常难走 周围长满了荆棘尽刺 最短的能达三厘米长 要是被他扎一下 疼到你翻白眼都行 这里的山路非常陡峭 到处都是将近九十度的斜坡 一失足就能滚到你的人生大街区域 刚开局没想到杰西就有了新发现 这是一窝还新鲜的野鸡蛋 两人二话不说就拿起来踹进包里带走 野鸡妈妈回来估计也是一脸猛逼 杰西脑挂里闪过了一万种鸡蛋的吃法 正当他们还得洋洋的时候 脚下的地形就已经发生了巨变 乔恩一个亮相 差点就摔了个狗啃屎 包里的野鸡蛋也是摔了个粉碎 还好杰西身上还有两个 不然这真的被乔恩败完了 要是手上有刀 杰西都想上去捅他两刀了 干啥啥不行 装逼第一名 除了山路难走外 这里的丛林处处都是危险 地上随处可见猴子的尸骨 保守猜测美咒师和猎豹都不会伤 乔恩说来了就架起来当烤肉吃 妹子一听就当他在放屁 也没多说什么 走了两个小时 终于发现了地图上的小溪 大山里流动的山泉水 通常都可以直接喝 乔恩直接捧起就来了一大口 看到他并没大碍 杰西也心动了 口感冰凉回甘 味道还有点甜 两人喝饱山泉水后 当下要做的就是找地方搭建庇护所 这片区域看起来就很不错 周围资源丰富 背山灭水还遮阴 风水大师来了都得顶起大拇指点个赞 两人死后埋在这 子孙后代肯定升官发大财 眼看天色已经不早 乔恩提醒简单搭建个床板能睡就醒 最重要的是离开地面就好 两人二话不说就开干 乔恩的大刀已是抡得嘎嘎响 只需用木棍横搭在地面上 再往上面铺一层树叶当床垫 沉浸是悬空小木床就做好了 当然少不了这最重要的露营蚊帐 只需用两根木棍 就能把蚊帐轻松架起来 两人往里面一躺 那高潮的感觉顿时就来了 即便没有雨棚 今晚也能睡个好觉了 可万万没想到 夜里竟然来了场大暴雨 真是倒霉给倒霉 他妈开门倒霉到家了 这天气竟然不按套路出牌 两人除了木床外 其他啥也没搞 今夜注定是被淋成狗的一晚 时间来到了第二天 两人被大雨暴虐了一夜 妹子现在回想起来都还心有一计 按原计划今天生火是首要任务 但经过昨晚的折磨 他们意识到了庇护所雨棚的重要性 将石头的蚊帐亮起来后 两人就开始了搭建雨棚的工作 根据地图显示 竹子自然就在不远处 竹子是搭建庇护所的最好材料 由于刚下完雨 他们还要注意脚下的野生辣条 乔恩随手在小溪里就拿起一黑石头 对着妹子说这是个好宝贝 拉屎师只需要一刮再一擦 那屁股就跟崭新的一样了 还想当场展示一遍给妹子看 树上猴子听了都一脸猛 可妹子还真就信了这鬼话 茂密的丛林和炎热天气 让他们非常难受 好在竹子就在他们的不远处 走了两个小时就到了 搭建个避雨棚需要的材料并不多 每人拖两条回去就足够了 即便看起来很简单的工作 差点把他们累得腰都直了 竹子不仅是搭建庇护所的好材料 还是储存水源的好工具 两人把竹子劈开后 搭在床架上方做屋顶 横一层树一层 里里外外再一层 中间再铺点小树叶 一个高配版的庇护所就搞出来了 杰西竟然幻想出了 利兹酒店的感觉 接下来就是生火干饭的时间 两个一鸡蛋早已饥渴难耐了 昨晚刚下过雨 周围潮湿一片 杰西只能把收集来的木材先晒干 打火时被乔恩抡得嘎嘎响 很快两人就搞出了一个小火堆来 作为厨师的乔恩 对烤鸡蛋很有经验 直接放在火上烤肯定行不通 他决定用竹筒里面装完水 再把鸡蛋往竹筒里放 在大火的作用下 竹筒里水蒸汽就能把鸡蛋煮熟 果然学好数理化 徒手闯天下 看到这鸡蛋的橙色还不错 一口下去 唇齿流香 就这口感 乔恩表示自己还能吃十个 杰西更是连高潮的感觉都吃出来了 时间来到了晚上 两人吃完鸡蛋 正打算美美地睡觉 这时外面却传来了一阵异想 闭着眼都知道是一只大家伙 还好今晚有了火堆 他们只是在周围转眼不敢靠近 不然睡在这里的就是两个灵魂了 时间来到了第三天 惊魂的一夜终于结束 乔恩在一旁发现了两条大蜥蜴 可惜转眼就跑到石头缝里面去了 可还没等两人反应过来 树上的乌鸦成片躁动起来 就连猴子也开始四处逃窜 随之而来的是一阵颤动 好家伙 参加个荒野求生 竟然遇上了地震 还好是一次小玉震 但阵中心只距离他们32公里 要是来个大地震 身处大山的他们 估计就要成为周围树木的肥料了 赶紧找两块石头 加固一下庇护所才行 时间来到第五天 两人都已经饿到前胸贴后背了 妹子感觉现在两眼都在冒猩猩 两人决定坐一个鱼篓去河里抓鱼吃 用藤岸围着树枝编织成篮子的形状 一番虾操作下来 一个捕鱼工具就做了出来 形状像个漏斗 就不知道能不能抓到鱼 由于地震把周围的动物都吓跑了 想要在附近搞到蛋白质几乎不可能 他们只能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鱼篓上 时间来到第六天 两人一大早就出发查看鱼篓 可惜拿起来一看 别说大鱼了 就连小鱼毛都没抓到 杰西一脸失望 也不敢多说什么 只能换个捕鱼地点再试试 时间来到第八天 捕鱼装置一连好几天都没收获 我都怀疑这小西是不是那个工厂的臭水沟了 他们转了一大圈都没发现有鱼的痕迹 还好实地上挂着几只跑不动的蜗牛 吃法就跟酒店的法式蜗牛一样 只需放在竹片上用货烤熟就行 直接用竹签挑出螺肉 可惜这肉还是太小 一口一个还不够塞牙缝 想要吃到饱 估计还得几百个才行 妹子现在都还惦记着鱼篓能抓到鱼 可惜并没有惊喜出现 一连好几天依然空空如也 时间转眼就来到了15天 杰西已经饿到快扛不下去了 如果再没东西吃 他也不知道自己还能熬多久 对鱼篓已经彻底失去了信心 现在两人只能把目标放在山上 但爬山涉水要消耗大量卡路里 这让本就饥饿的两人更加难受 这无疑就是一次赌注 如果上山没有弄到蛋白质吃的话 这次挑战估计就得凉凉了 路程还没走到一半 杰西就累得爬不动了 可就在这时乔恩发现了前方一大串香蕉 好家伙 这可真不错 赶紧整棵树都砍了把香蕉薄薅下来 就是这香蕉明显还没熟 但只需放在火堆上烤一会就好 烤成黑不溜秋的样估计就能吃了 再把里面的果肉抠出来 和蜗牛肉混合在一起 一个蜗牛煎饼果子就做出来了 味道还不错 就是口感跟吃油力给差不多 如果每天都能吃上几根香蕉 别说熬到大吉局了 就算待到节目组破产都没问题 但不出意外的话就要出意外了 妹子先赶到不适 转头嘴巴就开始拉稀起来 乔恩这边感觉也不太好 下一秒嘴巴也像水龙头一样喷了出来 好家伙 一根香蕉 差点把这个团伙给团灭了 好在他们也没吃多少 呕吐完后两人都感觉好受了很多 但杰西却被折磨得很惨 高强度的呕吐后 还出现了严重脱水 现在的状态就是又累又饿还很困 现在两人躺在庇护所里根本不想动 晚上杰西饿得根本睡不着 时间来到了16天 杰西已经处于半死状态 没办法乔恩只能一个人外出找食物 但这次除了山鸡的骨架之外 啥都没看见 最后也是两手空空的回到庇护所 现在距离挑战结束还有好几天 两人打算一直躺平临奖金就好 这是一种丛林荆棘植物 藤蔓中心的果肉可以使用 只是吃起来味道有点苦 但这植物还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 吃下去欺骗一下肚子还是可以的 但杰西吃香蕉吃出了心理阴影 看见这野生纵于心死活都不肯吃 好家伙 都饿得半死不活了 没想到这妹子竟然还挑食 乔恩对此也是一脸无奈 时间来到了20天 明天就是撤离的日子 但两人此时已经饿得两眼发昏 就连脑子都有点不清醒了 下一秒杰西就一头再倒再低 好在并没摔出个脑出去来 最后喝了点热水才感觉好一点 时间来到了21天 杰西的身体已经很差 看他那样子乔恩都担心他能不能上路 但50万美金的诱惑 可不是开玩笑的 凭借着坚强的毅力 还有50万奖金的执着 他们终究还是走出了荒野丛林 经过千辛万万苦 终于登上了来接他们的大卡车 好了今天的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点个赞 我们一起期待下一期精彩视频吧 感谢观看